你根本就不像那些醬 因為它本身就非常入味了 好特別喔 然後再過來這邊的話呢 一個來講就是說 它比較介鎮那個西餐的做法 就是說用豆沙去包裹鹹蛋黃 鹹甜交接 對 那因為鹹蛋黃本身是取它的香 然後呢你豆沙的話是它的香味 那變成說你甜而不膩 那王姐啊 當初你為什麼會想要來福州這裡開這個粽子 其實粽子來講在福州 本身他們是過節才有吃 平常是不吃的 那我剛開始開店的時候呢 會選擇粽子的話 還有一個因素 可能就是說 我從小就跟我媽媽包粽子 然後我覺得說 那種場景給我的感覺的話很溫馨 所以說我的店的話 現在目前做起來的話 我的客人甚至不讓我去改裝 結果他們覺得說有那種感覺 他說你改了 那我們就找不到那種感覺 傳統福州粽子非常簡單 王大姐店裡的粽子 卻有十多種口味 而且還獨創用禮盒來包粽子 因此有福州人就說 是王大姐教會了福州人吃粽子 真的我們今天非常有口福 嚐到這麼多美味的粽子 但其實呢 我們現在是佔據了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小餐廳的座位 因為我們把這個封起來 為了要拍攝 你知道外面呢 已經快要暴動了 超多人在排隊的 所以呢我們就趕緊 趕緊出去讓那些客人進來 好好補償這個 謝謝謝謝謝謝 五月香粽子店已經開業12年 這裡也成了眾多台商 經常聚會的地方 王大姐說 同樣是女台商 有個人最讓她佩服 因為王大姐 只是管這一家小小的店面 就已經覺得很累 但那一位林大姐管的地方 卻是這裡的好幾百倍大呢 那麼我們今天呢 一大早從福州市區出發 差不多開了車程有一個多小時 現在呢 來到了福州永泰縣的 千江月休閒農場 是的 那麼這個休閒農場 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咧 其實啊 它是由台商所投資的 可以算是福州第一家 也就是把這種休閒農場的概念 引進到福州的第一人 那現在啊 我們就一起進去這個農場 拜訪一下這位農場主人 林大姐咯 走 休閒農場對於許多大陸人來說 還是一個全新的概念 大多數地方只有簡單的農家樂 並未發展出像台灣一樣 種類繁多且有特色的休閒農場 不過大陸農村福源廣闊 資源豐沛 所以休閒農場在大陸 是很有發展潛力的 呼 我們剛剛呢 還沒有進來這個農場的時候啊 遠遠的在橋的對岸就看到 哇塞 這個地方 也有點太偏僻了吧 而且啊這樣子 面積只能看過去 規模好大好大喔 你看 從這裡到這裡一直到那裡那裡那裡 好遠好遠都是這片農場 哇我的天啊 那這位呢就是我們這個千江葉農場的主人 嗨 他們先來這邊要投資嘛 認識的這個當地的一個書籍 所以說呢 就因為這樣的關係 然後就把他們簽到這裡 原本在台灣從事教職工作的林大姐 萬萬沒有想到她的人生 從來到福州後有了180度的改變 林大姐說 她當初只是單純出資為這裡修一座橋 但在當地政府以橋換地的政策下 獲得了這一大片土地 哇當時這裡是一片荒蕪 交通也很不方便 處理這塊土地頓時成了燙手山魚 正好此時台灣在流行觀光休閒農場 於是林大姐拜師學藝 回台灣請教專家 一步步的把這片荒地開發成目前的規模 這其中的辛苦外人是難以想像的 我從95年來到這邊以後呢 95、96、97、98、99、2000、2002、2004、2005 我基本上是每年碰到颱風 我從這個洪水到大洪水到特大洪水 到百年雨雨洪水到百年不雨洪水 很多來慰問我的官員都已經找不到池了 他們就說他們就來了以後呢 因為百年不遇都被我碰到了 那你說還有什麼 在碰到的洪水還有什麼可以講呢 他就說沒關係沒關係 遇水折發 那我就說那這個也是一個詞 遇水折發吧 所以我想就是說 我的建設其實應該來講 如果不要碰到很多蛇的一個天災 我現在建設的一個狀況 應該會比現在更好 雖然現在千江越農場已經頗有名氣 不過林大姐說 他要再努力十多年 才能達到他心目中觀光休閒農場 應該有的樣子 對 然後我們會 人多就多 人少就少 很好玩 大通鋪 對 我當初走路鋪 我是希望他走家庭 一家一大家的人 然後來這邊 然後就來生間一生間 然後在那邊住個兩三天 現在過年的時候就很多人這樣 我覺得我的市場好像也還不錯 嗯 也很多人很喜歡這樣子 就反而變得很新鮮的一個感覺 對 沒錯 因為她說對啊 我們說你就是一個天災 目前林大姐一家四口都在大陸生活 不過當我們問她有沒有後悔 跟著老公離鄉背景來到這兒時 她是這麼說的 我知道為了這個農場是 你跟我老公吵架 因為 因為是她把我 這個這個 引到這個行業來 然後把我弄成這樣子 這個這個過的這種 這個這個 生活品質 我覺得 是怎麼樣的就是 但是我其實 我也神經跟她這樣講過 我說 我說我也很感謝她 讓我來經營同場 因為她因為她起了一個頭 讓我來做這樣的事情 那也讓我知道說 喔 原來我林幸丸 也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原來我也有這樣的能力 這樣的潛力 這樣的勇氣 來面對這樣的事情 就這一點來講 我是蠻感謝她的 從無到有 從有再到無 雖然幾次的天災 把這裡摧毀過 卻從沒有摧毀過 林大姐的決心 就如她說的 要拿出愛拼才會贏 越做越勇的台灣精神 才能成功克服一切困難 我想林大姐心中的理想農場樣子 一定很快就能實現的 在福州長樂三江交會的地方 有一個全福建唯一的 秦江滿族村 這個村子原本是在1728年時 由東北抽調513名官兵 席卷為地築城 建立的福州三江口水師奇營 村內還保留了原本水師營的獨特格局 明合一的古代銀盤 秦江滿族村 福州 福人 福氣 福地 這裡是福城堡地 有福之人所居住的地方 很多來過福州的遊客 可能都有去過馬尾的傳政學堂參觀過 也可能都曉得 這個傳政學堂是 沈寶貞當年要來培訓 中國近代海軍人才 在1866年設立的學校 那其實自古以來 福州這個地方 就一直是海軍的重要基地 那麼我們現在來到的就是 在清朝時很重要的一個 福州三江口水師奇營 當然以前的水師營現在已經沒有了 現在這裡叫做秦江村 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居住的一個小村子 不過很特別的是 以前這個水師奇營的士兵 我也要訪問 對 這是 我是 今天 大 很 有 我 都